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1日 一年前的今天我释放了 曾经三次抓捕 两次牢狱 前后近五年失去自由 曾经酷刑饥饿 酷暑严寒死囚牢 曾经强迫失踪 指定居所 监视居住等等非人虐待 至今身体尚存不可复原的伤痛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和我的家庭艰难地生活在中国 并被禁止出境 所谓自由也是有限的 经历了这一年风控软禁 监视跟踪等等 我及家庭生存空间被压缩 生活来源基本被断绝 现在还有许多人权律师 人权捍卫者 身陷淋雨 因为坚持公平正义 维护人权法治 很多人权律师已不能职业 生活困难 生存艰难 面对中国十年的人权法治倒退 面对强权 我们抗争 虽然力量弱小 但我们坚持始至不渝 坚持自由民主 人权法治 为未来美好中国而努力 感念很多朋友 在我失去自由时 对我 对我家人的支持和帮助 希望国际社会 国内外朋友们 继续对我们支持和关注 余文生 2023年3月1日 Follow us on our website and social media to receive updates on human rights lawyer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我们参加他们之后